潘斯里依莎今早9点10分左右 在反当会官员的押送下抵达法庭 大批媒体一见依莎抵达 便蜂拥拍摄催访 身穿橙色扣留服的依莎 全程大方面对镜头 还不时向媒体和支持者微笑 神色自落 反倒是依莎的妻子 潘斯里避避莎丽扎 急见到丈夫 就忍不住激动掉泪 也是护统仁保国会议员的依莎 因为卷入投资机构 高价购买伦敦酒店的案件 而在昨天遭到反当会官员逮捕 尽管反当会寻求严扣依莎7天 以驻查案件 不过推示拿督在那阿比丁 只允准严扣她5天 直到这个月20号 举此同时 依莎代表律师古马拉恩兰 向推示提出要求 让患有心脏疾病的依莎 在医院扣留 但推示以依莎 仍可获得医药照料为由 拒绝了相关要求 另一方面 反当会也证实在昨天搜查了 依莎位于雪兰额的住家 不过表明只是按照 一般的查案程序形式 至于会不会 凍结依莎的财产 目前还没有定案 连统局投资机构在2014年 涉嫌以高达6000万英镑或3亿令吉的价格 购买英国伦敦一家酒店 导致机构面临数亿令吉的亏损 入店安闪 入店安根 入店安闪 入店安暢 处品安闪 我 1920 家 drinking 空之保 for �äxa